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传于怨奇的妈妈李亚萍砸下了百万 购买了号称可以抗衰老治疗癌症的鲁胎盘素 但是其实坊间流传的鲁胎盘可以使细胞再生而抗癌这种说法 食药署就曾经提出了辟谣 指出这种说法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见重细胞生医的技术长张一文表示 如果想要细胞再生需要的是干细胞 而鲁的胎盘素中有的只有各种的激素而根本没有干细胞 他也有厂商会说 补充鹿的干细胞到体内可以让再生细胞自行攻击癌细胞 张一文指出 虽然细胞治疗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但是目前在台湾只允许用自体的细胞治疗 液体的细胞尚未被允许 何况鹿的干细胞不只是液体还是液种呢 张一文开玩笑道 你如果补充鹿的干细胞 难道是想要长鹿绒吗 他表示鹿的干细胞跟人类的干细胞相差非常大 如果贸然施打的话 可能会造成基因突变的问题 反而对身体有害 目前大肠直肠癌的治疗方式 除了大家最熟知的手术切除以外 还有放疗化疗甚至标靶治疗 大家应该充分的与自己的意识沟通之后 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 不过鹿的胎盘素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张一文就表示他确实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因为胎盘素中有最好的荷尔蒙跟蛋白质 对于皮肤的改善以及疤痕的修复都有很大的好处 不过张一文提醒到 毕竟是液体的物质 如果处理的方式不佳的话 会有过敏的问题 还是要注意产品的来源 以此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新闻 我是主持人林雨璇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欢迎搜寻黑猴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